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我是星豪 今天的话题是 油价大涨 出口大增 特朗普成人生赢家 上周布伦特原油价格突破80美元一桶 创四年新高 由于5月10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或将导致全球市场 每日减少40万至50万桶伊朗原油 不过除了伊朗以外 另外两个国家的原油产量 也出现了大幅下降 5月14日 欧佩克原油市场报告称 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 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全球石油供应过剩已基本消除 主要原因是 2017年1月以来 欧佩克领衔实施的减产计划 以及全球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长 然而 美国5月7日宣布了 对委内瑞拉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副总统彭斯呼吁更多国家 加入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行列 一旦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石油制裁 该国早已萎缩的原油产量 或将再减少一半以上 这将进一步助推布伦特原油的价格 安格拉作为非洲最大的产油国 同时也是第三大对华石油出口国 目前 该国的石油出口 创下了十年以来的新低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WTI原油价格 较布伦特原油贴水一度扩大至7.28美元 为去年12月12日以来的最宽水准 2018年以来 美国页岩油的产量以及出口量持续攀升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近期的中美贸易战 上周末 中美发表联合声明称 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 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 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国购买产品和服务 双方同意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 2018年年初 美国首次挤升中国进口原油来源地前10名 那么美国是否会向中国提出 继续扩大从美国进口石油的要求 来缩小两国之间的贸易赤字呢 我想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与此同时 上周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触及3.128% 为2011年7月8日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债收益率的走高 主要原因是美债发行量持续维持高位 导致供求失衡 以及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涨 带动通胀预期所致 受此影响 上周美元指数大涨超过1% 为近4周以来 第三次周涨幅超过1% 非美货币方面 新西兰元对美元下跌0.8% 报收0.6910 为连续第5周下跌 美元对日元突破110整数关口 报收110.74 为连续第8周上涨 黄金跌破1300美元每盎司 报收1291美元每盎司 创出今年以来新低 美元对人民币本周小幅上涨 报收6.3647 涨幅0.48% 走势相对比较独立的家园 也难逃一劫 上周五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加拿大通胀及零售均不及预期 这将导致加拿大央行 对经济的评估不再乐观 并且 对跟随美国之后加息 使谨慎态度 数据公布后 美元对加元拉升近百点至1.2890 这样的糟糕数据 不得不让人联想到 近期发生的加拿大10年期 与30年期国债收益率 出现倒挂的现象 这往往意味着 该国的经济状况 已经出现了问题 更加令加拿大人感到扎心的是 为实现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现代化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已经进行了9个月的谈判 美国中期大选和墨西哥大选 使得解决该问题变得更为紧迫 特朗普威胁称 如果他不能重新调整 美国的贸易资资 和增加制造业的工作岗位 那么他就会退出这项协议 本周宏观数据面偏清淡 重点关注英国4月CPI年率 英国4月零售销售月率 英国一季度GDP修正值 美国5月制造业PMI出值等数据 另外 加拿大央行行长伯洛兹 以及美联储官员 伯斯蒂克、卡普兰等将发表讲话 本周我们聚焦布伦特原油 目前布伦特原油月线三连羊 周线已经实现六连羊 均线成多头排列 指标多方掌控 目前并没有发出任何见顶信号 积极站在多方 下周中要支撑位在五周均线76.80附近 日线上 周五收出阴线吞噬形态 本周有日线级别的调整 日线KDJ死亡交叉为拉回找买点的走势 关注76.80附近的支撑位 拉回积极站在多方 等待回调后的做多良机 感谢收看独高斯贝电视 我是星豪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